原来张晓龙说的都是真的 不要把它直接跟杨子比 有几个能跟杨子 杨子因香蜜一夜爆红 被瞬间捆成了顶流 大众也真正看到了杨子的演技 杨子饰演的紧密 从嘴出不安适适的果子 到后期为爱情吃苦头的过程 诠释的相当生动 让每一个看剧的观众 都能够因瞬间被他感染 这些都得意于杨子 对演戏独特的理解 他始终认为演戏要带入真实的感情 这样才能够更加动人 其实杨子真正磨练演技的是在白蛇传说时期 他所饰演的白天天全具有50多场哭戏 杨子为了将不同的情绪表达出来 每天都会对着镜子练习哭戏 杨子之所以如此钻研演技 全英高考前宋丹丹急以他的建议 宋丹丹认为杨子的样貌不够出众 建议杨子以学业为正 最终启用了两万多条特效 平均到每一集都有40个多个镜头 在当时因特效技术还不够完善 导演为了带给观众更加真实的感觉 开启了石井棚的大剑 最让人无法忘怀的就是紧密度望穿的时刻 一条望穿盒承载了观众多少眼泪 看似玄幻的望穿盒却是石井打造的 为了呈现望穿水特有的绿色 道具组特别在水下加装了绿色的光照 这才让场景变得更加真实 要说香蜜能够获得成功浮道化的打造至关重要 最终演员们所佩戴的各种饰品都纯手工打造 还有服装也是根据每位演员的角色进行量身打造 展现了角色之外也不影响演员们的表演 某云戏还表示穿上服装之后反而能够更快的入戏 也正是剧组将三分之二的资金都用在服化道上了 到最后连先发的钱都没有了 杨子自发邀请好友们帮忙给剧宣发 好在这部剧不仅服化道用心 演员演技好剧情也高能有趣 这才是小米能够成功的关键吧 原来逼封导演的不是演技 而是杨子这部地道的东北话 这不是杨子第一次在剧组用方言说话 在小米的正片中 杨子也展现了自己的方言天赋 秀了一番心血的河南话 给凤凰充当了翻译的角色 不过就连天君都会说河南话 怎么凤凰就没有继承这个天赋呢 怪不得大家都说虐恋剧情 正片有多虐片场就有多欢乐了 杨子这戏里戏外的巨大反差 真是让人忍不住夸一句演技一技棒了 但你知道吗 最开始杨子是拒绝出演湘蜜 一连出演了几部仙侠剧 杨子担心会被同类型的作品困住 但当他看过了原著之后就沉迷了 这才愿意接受导演的邀请 也幸亏是杨子出演了紧密 让多少原著党都直呼他就是紧密本密了 在那个暑假赚足了观众们的眼泪 而杨子也凭借这部作品一跃成为顶流 这下再也没有人会说杨子不适合演戏了